提到绝命毒师 没人会不知道这部神剧 是全世界评分最高的美剧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可以说没有看过绝命毒师的人是不幸福 男主老白是个中年大叔 有个处在叛逆期的残疾的儿子 以及怀孕的妻子 虽然获得诺贝尔贡献奖 但也只是一个高中化学老师 周而复始地向学生展示化学的神奇之处 但是后排的长毛更愿意撩妹 老白让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去 长毛虽然听话 但是却故意制造出噪音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平庸 甚至为了生活 还要在下班后去洗车店打工 刚好 课堂上捣乱的长毛来洗车 碰到了老白 诺弱的老白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会想到 就是这么个懦弱卑微的中年人 会在日后成为雄霸一方的毒枭 而这一切都要从老白 看到这个美女说起 突然 他感觉身体不适 捂着胸口 滚倒在地 其实他不是看美女看的 而是得了肺癌 还是晚期 但是老白并没有一丝恐慌 反而对医生说 其实看似镇定的老白 实则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是为了家人 他还是镇定地回到了 洗车行继续工作 然而 浓美老板并没有因为老白身体不适 让他干点轻松的活 依旧让他去洗车 这一刻 老白积攒了半辈子的怒火 瞬间爆发 本想回家 跟家人表明遗弃的老白 却被妻子来了个小惊喜 因为今天是他50岁生日 老白决定癌症的事情再说吧 但你别看今天是老白的生日 众人却围着他妹夫汉克传 汉克是一个缉毒警 正好此时电视里 报道着他的英雄事迹 也就是这一刻 老白得知 原来制毒有这么大的利益 之后老白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可以干票打 好留给自己死后的家人 第二天老白 就跟着汉克一起执行任务 汉克亲自带队前去抓捕 打碎玻璃冲了进去 将正在制毒的男人制服 而在屋外等候的老白 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二楼窗户里跳了出来 从内裤来看 是他曾经的学生小粉 此时小粉也看到了老白 他示意老白不要多管闲事 随后开车离开 看着小粉的背影 老白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当晚他就找到了小粉 两人经过商量 决定合作 但小粉并不相信老白的能力 老白决定用实力说话 为了躲避抓捕 老白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买了一辆二手房车 为了不把制毒时的味道带回家 老白拖的就剩一个内衣 接下来两人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经过一顿眼花缭乱的操作后 一批超纯晶体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粉对此赞不绝口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 纯度如此之高的特级商品 老白的色道 这只是基本操作 这下小粉算是彻底服气了 紧接着他就带着样品 找到了自己的同行狗蛋 但是小粉没想到 这次他找错了人 一场生死危机即将来临 具体是咋回事呢 准确看看 我可以吃完 屎 啊 也不是 WAH